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大宝法王慈悲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是问答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而且收到了大家很踊跃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时间的关系我们先挑了十个问题来做回答 如果还有时间的话那再回答其他的问题 请问第一个 请示法王何谓加持? 请示法王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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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们在icky上就是这样的义屈, 这个中毒的义是人家,他们在什么时候 对方说,有嚷嚷,我们的老人家, 他们在这儿的义屈, 宪黑兵呈,我们的老人婆,我们的男主人 在这个义屈, 过去才能以到的可能性啊, 因为我们的小人说很高 所以在寻人之上,在生活上, 自在女生身上,的人陪著有些生物, 身為男生, 當作女生, 模犯, 張族的, 在生活上, 実際上, sais鑑, 你們的 恩, 生, 當作女生, 又你想, 你們,是生, 野心, 叫我, 女生, 吃有些什麼, 你們, 你們, 生, 我要, 我要, 去, 走, 再住, 讓我, 每年生, 要拿著, 拿著有些, 從本, 等來我, 我要, 帶著, 走, 把誰, 祈福, 受 sat, 媽, 吃有些, 學, 畫, 學, 與老頭, 誼, 由出外, 師, 由 할� 那么谈到这个加持的时候 不是这么说的 我那个呢 我那个态度 我们这个你 że这些想法 让我垃圾的量 我的意向是 这些想法 我认为审静的 我认为审静的 在这个办法 我认为审静的 那些能力 我想他最近 我认为审静的 我们要认为审静的 那些根本 我认为审静的 母亲的怀抱当中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 孩子他有一种感觉是他很安全 他觉得受到了一种保护 他的心是非常的安心的 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虽然说 他的这种安心的感觉 或者这个孩子可能本来很紧张 但到了妈妈的怀中 他变得很安心 这个转变的过程 你眼睛也看不到 你手也摸不到 但是你很清楚可以感觉到 这个母亲 他的一种力量 他可以说他的爱心也好 他让这个本来是个焦躁的孩子 很紧张的孩子突然改变了 他的心静下来了 有一种安全感的时候 这样的这个过程 你可能看不到也摸不到 这个过程就叫做他得到加持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吧 举我自己为例子 有的时候我会到 有机会见到一些上师们 可能见他们之前 自己的心还是闷闷的 烦躁不安的 但是会发现 见完他们之后出来了 心情就豁然开朗 而且非常的平静 会感觉到一种欢喜 这就是一种加持 你可以看到说 什么叫做加持 就是你透过某一个人 你可以说他的一种力量 而让你的心转变了 安心了 静下来了 这个就叫做得到一种加持 所以谈到加持 不要把它想得太神秘 就以为是一种能量的给予 或者是一种什么 被电到触动的感觉 不是这样 他很自然的事情 接着这里一个问题说 如何面对佛教被商业化的一个现象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对 对 这是 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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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没有包吻他们可能它的为 있는데 他们不肯定不会因为аз这样达看到 人们都不养工具 不能去感觉 是不是他们会被患者 那是当过来的事 主要的解释一下 大家 大家主要的 大家主要的念什么呀 大家主要的 在初期呢 所以看到我们还是要ties了 我们会从内部去进行状况 我们会在内部给你吃什么 我们会从来做它的状态 不放在身边 只请你手指 你逮损准备 但你逮损准备 如果你去人心 你为什么要在身边 因为我很喜欢你 在班科中他会继续交给他的臃长 然后他会继续选择开 所以他从来的任何 finans上去 从来的见无识啊 他从来的迫不远 那么他在身边的迫不远 我现在就选择了 从来的任何人去 从来的讨厌 没有人 这也是 我们 insights into learning Millionen Arya 挺所以说 这是 UN老师 我们要 accepting 政府去受功序 金字 给他 真诚 靠一天 给他 所以针对这个所谓被商业化 或者说现代社会这种商业化的现象 其实真的不只是在佛教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像就是我们现在共同身处这个时代 它的一种潮流一种状况就是什么东西都变得商业化了 那你可以看到甚至政治有的时候也变成其实是商业化的一件事情 或者说甚至医疗体系也好了 甚至医院也想就会要想说如何增加收入 也会变得是商业化的一些思维 而因此讲回来说佛教它就是发生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事情 所以它不免也会受到一些所谓商业化的一个影响 那如果说佛教我们现在它是出现在某个其他他方世界 那当然可能状况会不一样 所以多少是会有些影响的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的确有些佛教徒他的生活还不够好 所以他也还是得想想生计 所以他还是得有一些商业化的思想跟思维 所以你很难说商业化就是好 或者商业化就是不好 很难一下的去做一个评断 这י呢 我发现不许正在这一切 сь큼说要考虑的誓言 那说要考虑业化的经理 食物就会更加了 我们才会研究 我们说的都是 去做一个评论的 评论的 解销 pigme eller你爱你 然后就能看着这 be事 他来说 这看着 快搅หมた 躲 ¡Si哇! 然后看着 我很长期的 你在这边 需要 涮 在这边 它会到 等等 如果 使用 répondre 无法和人 office的其他人 那就这一切在这些人 从许多这些人 他们认为商业人带回应 他在商业人带回应 他在商业人带回应 还有其他人 那么使用用中的国家 但是你做了一些好好的 那一但我要看到 你自己在找一些 在Google上搜索可以找到 What可以用的 Mindfulness 在这边 在这边有很多 在这个看法 Google 你不是方面因为他说习习军知道 你rd为民众成为协谱地 现在是 90下ël side的 sap 大家都可以同时 你要分开 那个小鞋 being开山的 twenties 是不是一个通urp經激活而建就是 他的孩子 他的小鞋 NIRkon 有找找适 applies 现在他在记者置 主要常改参 就像过来 那么 这就是商业的利益 所以讲回来还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要失去了自己或者说佛教它本身的核心的价值 这个东西不能够失去 那很多时候我看到了一个现在的佛教的一种危机 那这个危机它还不是来自我们所谓佛教徒自己本身 因为再怎么说佛教徒当然有一两个例外可能非常的就叫利益熏心 然后会想要商业化这样子 但是大部分的佛教徒说真的 还是因为是佛教的看到了佛教的核心的一种修持信仰的价值 所以还是对佛法是珍惜的 所以就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危机产生 我看到最大一个危机产生反而是一些非佛教徒一些现代的一些其他人 他们并不是以这种信仰或者说以这种修持的角度来探寻来研究这个佛教 他完全是以一种商业利益的考量来去推广这个佛教 而且用佛教当中比如说禅修啊正念也好 然后慢慢他们就这思维说因为禅修跟正念可以带来很大量的商机 所以他们就把包装将这样的禅修跟正念变成是一种商品 所以也可以看到现在在像Google的search搜寻里面 慢慢去搜寻佛教徒这样的名词的人越来越少 而在搜寻正念跟禅修的人越来越多 很多时候好像是他已经变成一个商品在被大家搜寻是一样 而这种感觉当然现在很多大公司也慢慢的像脸书也好 像我去了Google的时候也好 他们也都在推广这个禅修跟正念 但是感觉上他都不是在从一种信仰佛教的这种信仰跟这种角度去看 反而都是一种利益商业利益角度而去推广的 所以这让我也想到像是瑜伽好了 瑜伽它可以说真的是我们古印度来讲很重要的一种修持 它不就是身体的某些动作 它是一种非常高深的一种心灵上的一种锻炼 但为什么它现在大家一提到Yoga瑜伽的时候 就觉得是一种你知道好像商品一种流行是一样 是什么东西让它改变的 我感觉上都是这种一种商业的话 或者说一种商业上的思维跟这样的人去做研究跟推广之下 而让它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慢慢它像是瑜伽的这种核心的价值已经丧失了 福弟子想请问有关生命与死亡的一个问题 估计在今年或者明年之内 家庭将会有三位至亲的亲人相继往生 分别是患上了末期的癌症的59岁的父亲 年老体弱的81岁的外婆 还有92岁的爷爷 虽然我明白到生死无常有生有灭这个状态 但情感上和佛法上 我可以怎么样开解我的母亲和家人呢 第一 八所 五十九岁的八十九岁 你也尽管了吗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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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第二 第三 第二 kg 啊 很 Warning 这 基本 我在 老子 其实 了 第三 input readily 之后这就不习惯了 但是妈妈的对妈 以吴女老大 对什么 这一刻连取我的身体, 也会在这个身体, 在这个身体中,像在这个身体, 也会在这个身体中, 还有被的后性 为了 用于自己的身体, 这么多, 有一些瘦和在这个身体, 但是他们不希望他们的力量 他们在希望他们高兴 有些人能发生的状态 他们他们不必要求他们的状态 他们在他们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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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把他们账的状态 他们在他们的状态 我认为你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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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地方都在过去 让他们在一起 有什么地方和中文靖的 有什么地方 你会在一起 然后再一旦 那么要一下 但是要有什么地方 在这地方 这样对 要有什么地方 不定 那讲到死亡无常的时候 说真的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我也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如果你是在生前 应该说之前就有在多做死亡无常的一些练习跟训习的话 那么在面临到临终的时候 你就自然比较坦然能够面对 但如果之前没什么练习跟准备 突然就发生这些事情的话 有时候想说如果换成我是这个样子 我也没什么答案的 因为你也不知道真的该怎么做 所以总之现在还想不出来一个什么答案 之后如果想到再跟大家说 下一个问题是 香港社会在政治上的对立似乎越来越严重 身为香港的小市民 如何能够促进一个和谐跟安定呢 我现在喜欢的东西 香港社会在城市里面上的保责 但是在城市里面上的保责 如果你的宿泛是在身上的 你一样的宿泛是在身上的 在身上的宿泛是在身上的 你一样的宿泛是在身上的宿泛 经营严了 在香港里,你最忙碌的轻松 但是,你应该打得 这声音丁腿团,但你没打过来是通的 你最终解释了 那初期的香港媒体 这当初期的香港媒体上了 初期的香港媒体上了 初期的香港媒体上了 自己的房间和今天的小伙伴里面 那么带你做的 对我们做个饭 考虑能做的 你好像 blah blah 我们进行了 完成了 这不是 那么 当我们吃的 那么 你就可以吃 这个 好 你看 所以 在过去这一两年 这几年来我也从新闻媒体上面 其实也都有看到香港现在的一些状况 那在我的对香港人们 香港人的一个认识上 我一直都觉得香港人是很有热忱的 而且是很齐心协力 很有热忱的 有这样的一种特质 那么但是随着好像这么多年 这几年来也在新闻里面看到的一些 发生的一些事情 好像最开始本来的那一股热忱 或者说那种好的善的一个动机 但随着各种各种的这些事情的发生 慢慢的一些行为跟做法呢 都变得比较不好了 好像那样的一个状态 现在是越来越糟了 常常在新闻上看到大陆人跟香港人打架 然后再说那种特质 当然在新闻里面看到大陆人的 小伙子里面看到大陆人的 在新闻上看到大陆人的 都变得更多了 当然在这种东西里面看到大陆人的 都变得更多了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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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在灯大量,在灯大量的大量,以臯上,在灯大量之中, 在灯大量出现,直到灯大量,在灯大量的灯大量, 在灯,我们在灯大量,紫雷,你平常,在灯,你脯,还是会有些, 那些召喚因为在参与的行为 因此,除了所有的行为人已经没有出现 然后,我们 crunch了现在,你知道 这些人我出现 就是用一个惯作业的行为 他们知道会发现出什么压制的行为 所以,我们不在参与你 如果考古典的行为人都没有出现 我们在这里 我们比较,把他的行为 很多时候最重要的是 我们人民的心要有一种安全感 当然我们说人嘛 总是心中都会有许多的 负面的一些情绪 可能是某些怀疑 可能是某些的猜忌等等 总之这些负面的一种情绪 会让我们的心很难安定下来 那换句话说 也导致我们一些情绪化的行为会发生 所以这时候很重要 在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 很重要就是还是要 面对我们的这些负面的情绪 要试着去面对它 而要去调伏它 那其中一个观念或者一个想法就是 不要太寄托于外在的某些条件的一些 从上面要想要得到一些答案 或者某些决定得到某些答案 我觉得相对于外在 有的时候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内心 要能够调伏下来 那当然外在也很重要 那这时候内外的一种合一的时候 我觉得是更加的重要 所以真的要如果要问我 对香港的一个感觉说 真的我觉得不会不好的 那而且这也是我一直的一个祈愿 就是希望大家心都能够安下来 安定下来 香港会很好的 这也是我的祈愿 鼎礼法王 课题中讲到了生命跟死亡 如果死亡之后 把器官捐赠或身体捐赠 是否有违于佛教中的描述的说 死后12个小时 不能动我们的身体的这样一个说法 是相违背 会不会有这样的影响 这就是 当时 至少晚上 我们在此 是 我们在相当中 他们不是 我们的事故 这个事故 都没有 就是 我们在做了 因此 我们在做了 我们在做了 那 我们在做了 那么 少女人知道寻一次 那你出雲妳 不可能那些有礼物 你的意思就有愛 你不在乎 你的意思 你不在乎 你不跨著 那你怎樣 你不跨著 在晚上 你能把人家做了, 但你能做出的事, 你能做出事? 你能做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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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做出事? 这个问题似乎跟在密城里面一些说法有关 跟什么气脉明点这些好像有点关系 因为跟身体有关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在生前 你是不是有准备好 是不是有这样的发心 跟这样一个心说我要捐赠我死后 我要捐赠我的这个 比如说某个器官 如果有此发心的话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就好像过去看到一个菩萨 他可以舍身卫护 而且他还没死呢 他活着的时候他就可以舍身卫护 然后你也没听说 他还在乎说这样会不会从密城角度 影响我的气脉明点 你看到一个菩萨他也不会这样的担心 所以真的还是在于 你有没有那样一个生前 是不是有那样一个菩萨的发心 说你想要捐赠你的这个器官等等 所以很难有一个更清楚的答案 不过我觉得还是跟我们每个人的发心 是最有关联性的 无论东西方都有算命跟补挂 有些可以准确地预测到未来 那是否代表命中注定 而且不能改变呢 那行善修行是否可以改变命运呢 因为能不能改变 其实在商务院的发型里面 他们为什么不安装 是什么 一种什么 能不能改变 有一种 能不能改变 那么 也不是 没 能不能改变 能不能改变 那在今天商务的地方 你们在商务院里面 要是 杜务 能不能改变 事 能不能改变 他有些事情 我只是想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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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心理 他曾经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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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气不可泄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人不能收拾你了 我的人不能收拾你了 不能收拾你了 我不是不想收拾你了 我的人能让你去做这个事 但我把这个事情都做了 在这个事的时候 我把这个事情都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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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能必须逮捕 等待自己一面 negócio 但� wür Fergus 虎谷 佛祖 一國文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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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國文講 他要是患者來講,大業談,教育小小朋友,我們要來講 但是我們不是說文講,文講,文講講師,我們要講 这五wel 两imdi三 correré mapping把这一个机器down出现 那一只可以把爱打上哇那词 攻击每 wanting都不能玩 一遍任何во开 Georgia 看看 Gay considered 这个啊 把女ов拿到的变化 但是,这是我们所谓的 能不上去 Notre圆 如果要用 injected水手中 ,ئ着,她在按摩的插算怎樣 更對那個質疑但是 trag Ragazana 所以說 她是影者的 唐af artificially range 邊相 Cap 因此 college ys 如是 我 講 這個 定 我相信 personage也不得了 作詞有绩的 مث력 身上才是有绩是有绩的 字�час An Mkika dibuj的姓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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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religion 食咖尝尝尝尝�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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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尚末尝� Rising Short S Who's else, 这个朋友打电话 我们在英文诚中有什么 以来 而 如果 mów你听说 以来有什么事情 我们听说 我会觉得你会有什么事情 我们在这里 那天是有什么事情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那你会有什么事情 我们都在这里 我们都在这里 因为是 自然而能有留言 我们说 在那些 自然而然间 我们都在这里 我们都在住 那讲到这个叫做算命补卦 那这个来讲 我自己也有偶尔也会算一算 尤其像我在来到印度之前 那我要离开西藏的时候 藏地的时候我也有算过 那所以就算卦这件事情来讲 它有时候是准的 但有的时候有些特殊的事情 人事物等等 你也不一定很准 但是算卦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可能算了之后 那你就好 这是个答案吧 你就相信它 然后你就会怎么接着去做了 所以有的时候还蛮方便的 在做一些决策上 那这可以说是我们藏族 一个不共的一种特殊的一种 做决定决策的一个方法 就好像我们在嘎举曲曲院法会的时候 还记得当年最开始我们针对某一个议题就是 到底要不要在现场来发放那个供养 就是给僧众的我们叫称钱好了 就是红包要不要当场来发 针对这个就已经会议不晓得开了多少次 然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 有的人觉得还一定要在现场发 但有的人又说不要现场发 最后大家就只好说拜托你算一算 所以呢就算了 然后算了 大家说好 你算了 就这样就算了 就可以做了 所以这也是一种可以说 我们特殊的一种做决策的方法 但你不会看到在现代西方管理学会在看到 你可以透过算卦来做决定的方法 并没有的 但讲到这里您问到说有关命运的时候 那命运它是可以改变的 那但是它不容易 就是每个人你的命运要不要改变在于你自己 尤其是最主要是当你的一些观念 你的一些性格 能够试着你去调整它去改变它的时候呢 才有可能你的命运得到改变 所以这里所谓的改变 它不是一些很表面的东西 比如说你的容貌改一改 或者你的口音去改一改 或者你的身体做一些不一样的情况 不是这样 它重点的这里的改变是指你的观念 还有你在本性上 你在心性上做的一种调整 一种改变 那还是从内心上做起 才有可能改变你的命运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跟算卦来讲它的关系 算卦一般来说它还是可以说它有用的 它也是准的 但是它对一些特别的一些人事来讲 它并不准 这个我可以说的很清楚 这个给各位答案 因为我也是会算的 我也有算的 所以我说真的它不是一件特别 就是一定是这样很准的事情 尤其佛法告诉我们说 业力的一个法则 英国的法则是非常非常的深的 你不知道后面有怎么样的因缘在运行着 就好像说天气来讲 好了 我们说天有不测风云 就是说你要说去看预 预报一个天气 当然你都很难去报得很准的 或者说地震好了 地震也是 它是你什么时候知道会发生地震也不一定的 所以补挂它是有用的 但是它针对一些特别的时候 它不一定那么的准 请问法王有关同性恋的问题要怎么解决 那儿子是同性恋 让我的家庭很痛苦 请法王开示一下 我什么时候要问 在词医院中物很易上, 在词医院中文在词医院中文在像人物外套路上科幻 所以要从经过山洵地上 整体上哪里 实际上是不难允论来。 就是 国路至今 人 Elon Musk 4个人 在观点下 这就 在观点上 这也是 那怎么办 我认识 想要 但是 我们 这是 这些人都在这些人做出的 这些人都在做出的 这些人都做出的 我们在看这些东西 异性 在这些东西 异性 在这些东西 异性 我東西看著這個 50文字就是 不要把我們 demo 我們看最新把作的總值 但是我們回去外多少 所以我們一起回去 其實我們在美國 是英文與 sockames 像在新的景调 所以我們在拿到清現在 他只說有種東西 人民尚 的貌物 因為我們很整理 做 ridے 有些人的心、通心、通心、通心, 通心、通心、通心, 通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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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心 自然能有的期望 所以可以找到有需要的 要求也做出奇幅 这样的语言 之后有需要有创立的 要求能谁能做出他们的 无谘是能谁能做出的 但是以为能否持下我们 能让你吸引人的手 的感觉更有用 能否持下你 最初有一年才有文化的国土 做法,在大国的国土 自然而言,自然而言之, 在收集的国土 中共的交集, 那针对这个议题,我过去也有几次,也说过蛮多次的 那从一个角度上来讲呢,从许多宗教你可以看到,它对于同性恋这样的一个事情是一种批判,甚至是一种否定的 在佛教上面来讲,某部分也会有一些批判跟否定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我觉得从一个比较单纯的角度来看,同性恋这件事情 应该是说,不管是同性也好,或者是异性也好 很多时候人跟人之间都需要有一个依靠,也都会需要有一种 都会建立起一种情感,而在这里我会用的一个词是一种纯净的一种关爱 或者说很纯洁单纯的一种相互在一起的那种关爱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从这一个纯净的一种 不管同性或异性相互之间的关爱上来讲,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太大不了的事情 都一样,因为我们都身为人,这种关爱之情都很重要,我们也都有情感 所以我觉得佛教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对于这种纯净的单纯的一种支持或者是情感 他是会承认的,他也不会否定的,他是会支持的 所以无论是同性也好,或者是异性也好 如果说不是建立在一种在一起的关系,不是建立在一起 在于这种纯净的关爱之上的时候 关爱之上的时候,而是在欲望的时候的话 那个就比较麻烦了,因为欲望它是一种情绪 而你也知道这种烦恼跟情绪,它是很容易变动的 它一下就改变,所以如果是建立在欲望之上的话 任何相互的关系都无法长久的 而这个就是佛教它会否定,也是一直在告诉我们 你要断除欲望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所以针对这个议题,就像刚刚讲的两方面来看 一方面如果要从宗教的教义,或者说特别是佛教的教义 有些上面来看,的确好像对于同性恋这个是一种批判,是一种否定 但是我觉得从一个单纯面上来讲 另一方面从本来人跟人要相处在一起 无论同性异性都是要有一种纯洁的关爱之情上来讲的话 这个是佛教提倡的,而且也觉得是应该要有的 对不起,对不起,耽误时间,对不起 我们活着的时候要如何为死亡做准备 就是在生前如何做好准备,方法是什么 那还有要如何能够带着觉知离开人世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 是不是一定要有上师的口诀和指引 才有办法在死亡来临临终的时候没有痛苦的死去呢 这是三个问题吧 有几个问号 对,三个问号,厉害 对,我就说三个问号 还好现在就有这些问号 选一个吧 所以第一个是我们活着的时候要如何为死亡做准备 这是第一个问号 第二个问号是要如何带着觉知离开人世 第三个有什么口语 好,三个お问号 这次 basic问题是 如果你是在原理你和我待会没关系 就知道吗 这个有什么意思 才能够连着觉知离开人世 有人知不知道 对吗 对吗 对,他才能够连着觉知离开人世 我放誘了 放誒 我會對你的話 我會說 habían禅ió可樂的教 defence 所以成立的色調削掉 每次都進場 所謁的胃口 將菇會的基督 藥涂生人 才會明白 跟清空谷言 作為清涕 用作為白色的教學 神經理研究 那这里就有三个问号 就回答第一个 那我们活着的时候 要如何为死亡做准备 那其实 在我们生前活着的时候 要做的修持 可以做的准备方法是很多的 其中有一个方法 就是用一天来做练习 早上起床的时候 你就想说这是我出生 我从母胎中出生出来 然后到了一天结束睡眠的时候 你要想你躺的那个床 就是你这一生 最终的那个床铺了 等等 透过这个来 让你对死亡做一个准备 这些人是七月南八九面 七月南八九面 在这一生 那这清竹铺 那这说是 他妈的里面 清竹铺铺 什么东西 那看来 第一 Most people 是在这一个床铺 就是你脑子 然后你这么开心 你怎么在这一生 你怎么在这一个床呢 那你怎么在这一生 你怎么在这一生 你怎么在这一生 观想这个死亡可能有的过程是什么 它包含了你整个身体上可能的一些改变 还有整个总之去演练去观想这个死亡的过程 这也是一种方法 在这种方法里就是在这种方法里看到 为了观想的蒙古时 在这种方法里追求的 不斷跟那种了强起來, Şdscreen車博士比一斋,就是 剛才 realized.. 在άğ僧但是尴尬中 ett disse 這是 writing calculus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異先到 各世上 像是毒於黑色的 그리고在避免的前程中 噩會不會倒了 现在 你们在这就是啊 这个好处的 这就是许你能不能赚 ,你能赚 ,你不赚 也能赚 也能赚 然后以致我来说这个是什么? 我们在这些心里也觉得是什么? 所以就像我们也好像也可以看到 有的人他甚至晚上他就睡在棺材里面 他试着让自己去体会说 这个死后的感觉是什么 然后睡一觉在棺材里面等等 这也是一种演练或者说去熟悉 可能死亡会有的过程的一个方法 总之呢在谈到死亡的时候 要记得他不是就是结束了 他不是就是最后一章了 并不是这样的 而是记得说生死它永远是同时的 它是刹挪在发生的 就好像说这个日生日落是一样的状况 它是不断的一种循环跟运行 而且它就是每天发生在你身边 就像现在也是它是刹挪刹挪正在发生的 唯有当你透过再去习惯去认识这个死亡 就知道它跟你紧密的关系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去相符对于死亡的恐惧 或者面对死亡 当然 当然 我们就做回向了 维诺的麦克风 这样一点 那没有用 所以我们就四十多 现在里面是这个就是 人所以我现在辞结了 这一场 明明是 你们在这场 我 在这场 也因为我 它是 在这场 我们在这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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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